带你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有一名流姓男子 假借成天残思的规定说要离婚之后才能够皈依出家 说服了已经结婚32年的妻子跟他离婚 但是没想到才离婚 9天后就立刻和无姓的女同事闪电结婚 原配发现上当了以后就怒告 而这个最高法院判决两人离婚无效 而且这个闪电结婚当然也因为重婚罪无效 他们非常的恩爱 我们都说他们是我们最棒的夫妻 邻居口中最恩爱的夫妻最后竟然婚姻无效 原来流姓男子早有了远配 不过为了说服和结历32年的妻子离婚 他竟然谎称回忆出家必须离婚 没想到离婚没多久就和无姓女同事闪电结婚 邻居听到消息大喊不可思议 因为流姓男子和无姓女子住在这里早已经十多年了 真的他已经在这里十几年了 这是我们很纳闷的事情 他们住在那边住十几年了 住十几年了 而原配长期被蒙在鼓里结婚 32年98年丈夫数要出家 7天后两人半妥离婚 没想到9天后流姓男子就和同居十几年的女同事结婚了 原配发现后告上法庭并申起家暴令 最高法院判决两人离婚无效 男子还要和原配住家保持100公尺以上的距离 而闪电婚姻也因重婚罪无效 无论是哪一个家庭流姓男子都再也回不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